美鳳有約 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比方祝大家中午養餐愉快 新聞有說 我們台灣 現在都進入比較 不過我覺得雖然是高齡高齡 但是很多人 我跟你講 那個心態永保年輕 就是要保持幼稚 你會覺得 什麼我都會有好奇心 什麼都願意去嘗試 不然你心態老了 人就更老 重點就是什麼新的東西 我們都要嘗試一下 我們身形不要變之外 外表怎麼保養也很重要 像簡單 就是如果在家裡 早晚臉都要洗乾淨 然後要擦保養 那就很重要 怎麼保養呢 我們再來學一下 一定要多知道 新的科技在進步 來幫助我們 把自己弄美美的 好的 今天請到這一位 我覺得他們也都是 雖然比我年輕 可是我覺得 她心態也都很年輕的 雖然她不怎麼愛運動 我們歡迎甄莉 美鳳姐好 大家好 聖略真的不饒人 總是會在臉上留下痕跡 非常非常想要知道 大家都要知道 怎麼樣保養 簡單 不難的保養是最好的 好的 另外這一位 她真的是這樣 我每次都說她是 好媽媽 好太太 好心補您之用 美鳳姐好 我們肌膚老化是無法逆行的 但是選對保養品 可以幫我們減速慢行 真的 不要老化 這個很重要 講到這點 我前面這一位 她維持的狀態有超好的 果然是我們醫學專家 我們歡迎陳博程醫師 美鳳姐好 大家好 美鳳姐好 醫學保養新觀念 恢復美肌不再是難事 真的 看你就知道的 我們一定要學一下 怎麼保養 然後有 皮膚的困擾嗎 當然有 因為你知道像我很愛笑 所以我們在上節目 有時候講話表情要比較誇張一點 所以我很怕我自己的表情文 跟動態文 尤其是像法令文 尤其你常常大笑 那個法令文就會很明顯 你知道 而且笑起來有時候這邊 淚溝 還有眼袋 也會特別地明顯 像我有時候之前跟我的同學 就是初中同學一起出去 大家一起拍照 你知道他們如果長得胖胖的 就是臉碰皮碰皮的 又娃娃臉 看起來就會比我們特別年輕 所以我如果沒有很認真的保養 我看起來就像她的老師了 哪會年輕保養很好 很認真 可是很累人 但是有的時候 當然說隨著年紀慢慢那個 就是可能膠原蛋白也比較流失了 對 沒有辦法讓她能夠自行 可以怎麼樣 我們都希望能夠很方便 讓她有痠痠痠 但是 吃幼 其實我認識她 到了她前一陣子都算是 碰皮 過了她減肥 因為覺得她減肥之後 會比較扭力 但是會不會有一些困擾 一定有 因為我們有一個東西 叫做地心引力 是不是 很恐怖 連胸部都會下垂 什麼都會垮 而且 因為我沒有在做醫美 我都會抬頭 你看我為什麼流 瀏海就是因為有抬頭紋 愛的笑就是 真的法力紋都會有 那都會有 所以我以前都知道說 肌膚代謝就大概 28天膠原蛋白就可以回來 現在 50倍了 60天一個月也不會回來 叫好錢也不會來 所以就想起 所以我後來發現說 其實我都是靠擦保濕 我覺得水 保濕 對 就擦得厚厚的 我都靠保養品就是 因為 像人家說要打在頭是沒關係 不然你打在頭的時候 怕你的皮膚 如果不小心注意 防載或是保濕 它的乾更容易療 對 好 如果保濕 就比較有本性 比較不會療 對 真的 對 所以為什麼皮膚有時候 會有隨著年齡 它就有些困擾 我們都知道 20幾歲就流失 對不對 對 我們身體每一個器官 跟著年齡 都會有它的老化的狀況 而且是我們的皮膚最大 我們最大的器官 就是我們的皮膚 而且我們又是看得到的 所以很明顯的 你的年紀走的時候 它就會跟著一直 老化的一個狀況會出現 為什麼 因為皮膚是幫我們保護身體 所以它在外面 它是做一個保護的動作 所以你走到外面去 你沒有防曬去保護皮膚 皮膚就會自己保護自己 就是但是它保護的方式 變成它可能會有一些老化的 壞死的細胞在那邊 角質層就變厚 顏色就變黑 這樣子相關的問題 受傷的問題就會出現 所以我們就不要 讓這件事情發生 因為讓它發生 它會讓我們的外表 看起來更老化 本來還沒那麼老 它就變得更老 年紀輕的時候 我們皮膚自己會再生 所以你會覺得說 小朋友的皮膚很漂亮 又彈彈的 很想咬一口 對 所以從底層的皮膚 新的皮膚 再到外面來的話 大致上小朋友大概28天 就可以出現新的皮膚的感覺 所以你就感覺它皮膚 如果受傷害或怎麼樣 它就恢復得好快 可是跟著年紀 時間可以慢慢地拉長 拉長到多久 有可能到 你看28天跟90天 就差好多了 而且那個新的皮膚 你看 新的皮膚28天 就換了一次對不對 你那三個月90天的左右 一直在幫你去做保護 一直在受傷害 所以你那個皮膚看起來 就會有它的紋路 疤痕 相關的問題就會出現 醫生 看醫生有什麼不好 我剛才說60天 現在比90天 你看 很刺激 還有一些人到120天 有用過什麼特別的方法 然後來保養嗎 沒有用特別 其實我就是什麼都用 就是不管吃的 喝的 擦的 甚至連醫美 因為我有醫生朋友 就有建議我 他說如果你希望臉這邊 就是線條好一點 你可以打肉毒 讓這邊的肌肉放鬆 然後如果法令紋真的太深 你就是去打一點玻尿酸 然後嘴唇 想要瘋唇也是打一點玻尿酸 可是我覺得可能稍微調整一下 是會比較好 可是它效果維持的 第一個沒有很長 第二個 荷包 很傷 非常傷荷包 所以基本自己的概念 保濕 保養是很重要 對 還是很重要 你呢 我是不會花錢 不是 你用什麼方法保養 我其實都是用擦的 因為我的皮膚敏感 所以我沒什麼可以去做 而且我連曬太陽都敏感 所以我不會去做一些醫美 因為我知道做完醫美要更防曬 對 沒錯 所以這個對我就第一個 第一卡關 第二 我也沒有時間 所以我幾乎都是洗臉洗得乾淨 然後保濕 擦完保濕 然後擦保養品 我就盡量用保養品來保養它 還保持好心情 就盡量 對 盡量 所以我覺得 平常保養 因為現在很多人 我們剛才也有聊天 因為醫美這個東西 都是新的科技 對 也是現代人的福氣 但是不是每一個都適合 對 我跟大家講 我們的肌膚這個部分 在我們做醫美的時候 它會有兩個不同的方向 是 第一個方向大家都知道 叫做 就雷射機器 對 所以你就是淨膚雷射 或者是脈衝光 電波 就是機器型的 另外一種就是 注射型的就是看個人 因為有些人會怕針 然後在臉上打東西 他會怕 所以這個就因人而異 但是必須跟大家解釋一下 很多人會讓皮膚 讓它提拉 緊實 它會做一個就是光療的部分 但光療在我們醫療上面 是一個基本的邏輯 叫做 也就是說 我用光療的方式 先破壞你的肌膚 我破壞之後它受傷了 受傷它就會反映說 我燙傷了 我受傷了 我破皮了 然後它就會做什麼 它就做修復的動作 然後修復起來之後 你就覺得 新長出來的皮膚就變得好漂亮 好 可是 如果你的身體不好 你的修復能力不好 你有慢性疾病 你有貧血 你有睡不好 你有內分泌的問題 你有病毒感染的狀況之下 你身體狀況不理想的時候 我一旦破壞你的肌膚 它不一定會長得好 受傷了 對 身體的 身體的 對 它會分配 你比較重要的內分泌問題 感染的問題我先去照顧 那我有個問題 因為像我之前去做醫美的時候 我就有聽到醫生他們在說 最近有個很夯的再生醫學保養 叫做外蜜皮 那它到底是什麼 外蜜皮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你剛才講到一個叫做 對 再生醫療的部分 就是要從我們的身體 讓它自己再生的能力要增加 那外蜜皮 它其實是細胞分泌出來的 一個傳遞的部分 它大概有1200多種的一種蛋白 然後它有抗發炎的一個作用 刺激你的細胞 叫你的細胞要做什麼 它就該做什麼事情 就比如說 我們比如說我們要重新再建立一個造症的話 那我們就要把那塊土地清乾淨 是 我要先清 清乾淨之後 我要拉馬路過去 我才有辦法在這邊造個症 對不對 它就會跟身體講說 你發炎的壞死的部分 先清除掉 就發炎先清除掉 然後我再你再生你的血管 把營養再帶過去 帶過去之後 我再刺激你的皮膚該生的膠原蛋白再生出來 這樣子你的皮膚就可以重新再生出來 所以它不是單一項 它是多方面的 它最主要的一個特色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叫做 細胞間的傳令冰 傳令就是 告訴你要做什麼 所以我今天要再生的時候 我要先告訴你 清乾淨 發炎要把它阻止掉 我再生你的血管 然後再生你的膠原 讓它重新再來 所以它會告訴你一步一步要怎麼去做 當然 你今天要把這個東西 放到身體裡面 因為它要跟細胞溝通 到細胞間它到身體 才有辦法跟細胞 所以它有兩個不同的方法 一種在醫美是用注射的 然後一種是用抹的 但是抹的 你如果沒有耐米化的話 它沒有辦法進到身體裡面去 沒辦法進到身體 就沒辦法跟細胞溝通 沒有跟細胞溝通 細胞就不會做事情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這樣子 你必須一定要有這個 第二大特色 一定要進到身體裡面去 當然因為外密體有 一千多種的蛋白質成分 所以它一定要保存 要安全 你如果放到它會壞掉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一下它的保存 我聽說現在外密體 它有動物萃取跟植物萃取 這兩種到底有哪裡不同 好 我們剛才講到 這個外密體是刺激我們的細胞 讓它做事情對不對 好 它就要跟我們的細胞 要很像 如果跟我們的細胞差太多 它就不會有反應 植物跟人類 DNA差到50% DNA跟我差到50%的 我拿它的外密體 放到我的身體裡面 它的效果應該會有折扣吧 因為它跟我的細胞不一樣 差太多 兩個東西 不一樣 所以反應不一定 一樣都是外密體 一樣都是這樣子的 我們所說的蛋白質的部分 可是 我們身體不一定會認識它 不一定會對它有反應 它傳的訊息 可能有點不大對 因為我們的DNA差太多了 可能它就不會有反應 是 真的有聽過這樣的保養嗎 有 對 剛剛醫生解釋了 我就更了解 原來我手上有一個寶 因為我前一陣子就一直 因為在變天 變天哪有些東西 差了就是效果沒那麼好 年紀又越來越大 我就跟我朋友在聊天 我說沒有什麼好東西 我沒有這樣 他說有 人家現在很流行外密體 我有一些外密體的保養 保養 不然你要試試看 我就拿回來試 你知道嗎 尤其人手拿來都不用錢 但是最主要是 不一樣 我後來發現 超好用的 但是我現在經過醫生這樣解釋 我就更理解外密體的功效 你知道這一罐保養品 我拿回來的時候 是不是很漂亮這樣 漂漂亮亮 白白的 對 但是保養品 我最討厭就是 每次要附一個湯匙 每次都蒸毛 你知道嗎 對 我告訴你這個毛 這個陰瓦都不會香氣 它就在裡面 它就在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湯勺 這是它的一個湯勺 我跟大家講 這一罐裡面 它的外密體是雞 從雞裡面萃取來的 然後這一罐裡面 就有25億顆的外密體 而且 好 你幹嘛 你幹嘛捨三個罐 我告訴你 這個外密體有經過 台灣醫療實驗室去實驗證明 它的活性99% 那我還不趕快插 那我 它有奈米化 所以你還不趕快給我試插 它是有奈米化的 它奈米化的一個效果 就是像剛剛醫生講的 它可以進到肌膚底層 所以我最近這樣子擦的一個過程 它就會在肌膚的一個底層下面 它就會認真地工作 認真工作 我就發現還不錯 它就知道 他說你要撐起來 撐起來 努力地撐起來 然後我就發現 這樣就碰皮 就沒有差 它的延展性滿好的 很不錯 而且它不會油膩 對 不會 然後它吸收度很好 一下就吸收了 而且我跟妳講 它很特別 它不用冰 它有些這種高科技保養品 它都要叫我要冰起來 這一罐它居然說 不用 你放外面去 我說怎麼可能 它外密體現在這麼新的東西 他說因為 它是 冷凍萃取的技術 對 所以它在 它都可以保存到活性99.99% 它這樣 超厲害 也不用特別要特別怎麼保存 對 而且它好多的那種 專利跟檢驗證明 我就覺得 怎麼這麼好的東西 怎麼外面人知道這麼少 他說 因為這一罐 但動物性萃取的 比外面真的比較少 然後有這麼多 證明了在外面 其實看不見 而且 你真的要買也很貴 所以跟植物性的 跟我講說 其實有點不一樣 對 那我在擦的過程 我就覺得 它很淡的味道 對 擦起來就很柔的 然後它就馬上吸收 所以我覺得奈米化 真的就像一陣講的超重要 會不一樣 不一樣 妳等一下看 有細緻度 等一下就會越來越不一樣 它這個有需要搭配 其他的重量保養 不用 姐 我跟妳講 我自從用它之後 我就發現 它裡面的一個 生態 酵素都有了 所以它就是人 因為面洗好 我都面洗好 化妝水打一打 化妝水 我就只有我這罐而已 我就沒有再去擦別的了 而且在冷氣房或暖氣裡面 都沒有關係 我們做完醫美的話 也可以當作保養來擦嗎 我跟妳講 我有朋友做醫美完 我說不然妳問醫生 因為我覺得很有用 結果他就拿去問醫生 醫生說可以 其實妳馬上用是最好 因為洗手款 那不然妳就是三天後用 了解 我朋友是三天後 他才開始用 他就覺得說 跟我不用再花錢 這一罐 真的經濟又實惠 而且我們懶你知道 最好是all in one 沒有 我說沒有 我也是 我超懶的 而且越熱越懶 對 花一罐很懶 那朋友跟妳分享 妳現在跟我們分享 那妳有跟妳的朋友分享嗎 當然有 妳知道我有一個朋友很可愛 有用黃小姐 她每次問我說 姐 我每次看到妳都變好好 我說對 因為要擦 妳要保養 女人沒有保養 男人都不要看妳 妳知道嗎 她說可是我不敢做醫美 可是我沒有很多錢去買 買保養品 我說那不然 我用這一罐外密體這一罐 妳擦擦看 我是跟妳這樣講 我目前擦這一罐 我就沒理她了 你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人家說 人家不一定要用 對 結果看到她說 妳現在是去做什麼 為什麼妳現在的肌膚 這麼Q彈 妳做什麼事 妳幹嘛 我就是用妳跟我講的那一瓶 真的 我又沒有去做什麼 我說這也太誇張 她效果比我好 對 所以我今天把她帶給美鳳姐 嗨 歡迎黃小姐 美鳳姐好 現場看起來幾乎感覺不錯 請問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妳使用的心得好不好 那時候就是 姿佑她就分享我這一瓶 就是 她說是什麼 新科技外密體的保養霜 我聽了 我聽了也是 我想說我的肌膚之前 就已經這麼糟了 妳的肌膚 意思就是像這個送品這樣 對 她對管理員的時候 就這樣 對 大家請看 管理員 她在管理室工作 對 總幹事 我是社區總幹事 我還有認識 就是這樣 爸爸 這是同一個人 妳 同一個是她 這就是我之前的樣子 好 差很多 妳幾年次 我57年次 50 現在算起來50幾歲而已 我不知道她說妳這樣 很重 是不是 真的要保養 真的 真的有差 對 以前真的是太困擾了 我明明才50幾歲 看起來好像70幾 我都不喜歡 都不敢照鏡子 因為照鏡子看起來 又老 又憔悴 而且很辣黃 所以 姬佑跟妳分享之後 妳用多久 妳都如何用 我是洗完臉 然後就跟只有一樣 拍一點 化妝水 然後就上外密體的保養霜 是 就點一點 就往外擦一擦 它就滿快吸收的 擦了一 兩天之後 我洗臉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感覺 我的臉怎麼 比較滑 比較柔 妳剛才抹兩 三天 妳就這樣感覺 對 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 然後我擦了 一 兩個月之後 我就 又不一樣 我就跟姿佑 就變一個人 就跟姿佑見面 就高超我看到那個照片 我說這是同一個人嗎 對 我就說 我怕她是嚇到 對 而且 而且她在用還沒跟我講 她就買了 已經用了也不會說 姐 我要開始用 妳只想問她怎麼用 她就去用了 結果一過兒真的看到她 妳看 妳說我會覺得 她是一樣嗎 對 對 對 我就很感謝姿佑 介紹我這麼好的一個東西 而且它只要一瓶 然後 然後早晚擦 很簡單 意思說 面洗遮 AF 化妝刺 虧貭於抹 就罰了一罐 對 很簡單 最後讓我請求 以前 採上去面洗或抹 上股 如果有人 想立說還要 不出門 她可能不會化妝 她要再補 怎麼可以 可以 像我中途 像這幾天有洩霉 通 пр Shut up 煮一煮 我們會再一身呼吸 我就去再洗臉或洗澡 所以我覺得它那個all in one 很棒就是 你就不用再塗一點 一個東西 你就這樣 再把外面的妝膜塗一塗 然後你就可以出門了 我有時候在化妝之前 還會再擦一遍 是可以在 那就幫我定妝 定得滿好的 可以的 就是隨時可以補充 因為它all in one 是 所以你看 人就是這樣 沒想到很怕看自己的時候 那是很辛苦 很去下去 很害羞 所以現在黃小姐來到 笑頭笑臉 好像很愛笑 這樣很好 自己摸下去覺得狀況也不錯 所以真的就是說 不管你 其實你才有50桶 如果沒有保養 看起來真的比14年齡還要大 當然每個人的年紀 當然會一天一天大 當然肌膚有所謂的年紀 當然就會出現一些各種狀況 所以現在有新年齡 我們的科技 可以保養 我是覺得 讓我們在生活當中 能改善一些問題 讓大家每天看 自己心想 想法多多 那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黃小姐跟我們分享 當然也謝謝姿佑 謝謝 還有我們專家 陳醫師 還有今天我又學會了 學到了 我也學到了 懶的人就是平靜 這是最好用的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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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